把她當成大人 對 她們會叫Modemoiselle 叫她小姐 Modemoiselle這樣子 然後會沒有兒童參與 然後沒有兒童參與 所以媽媽就會很緊張 因為很怕小孩會打破 對啊 因為睡前她都會考我 對不對 妳睡覺前都考我 考什麼 妳考媽咪什麼 考... 考... 她就睡覺都會 睡前要考我講一個故事 但那個故事就每天都會出一些很難題 比如我今天... 例如 楓葉跟水的故事 楓葉跟水的故事 妳要怎麼講 然後第二天又會可能考 我說媽媽 青蛙跟... 青蛙跟什麼的故事 但是其實最近也有發生一些事情 對不對 對 她在學校被一個男生 那個小男生叫什麼名字 學校那個男生 Il est trè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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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échant C'est qui? Il est Sammi 她那個男生叫Sami Sami 對 就是都會欺負LiLi 對不對 對 妳永遠永遠會親妳 妳永遠永遠會親我 好 好 她現在對我施愛 那就是 所以並不是在教養的過程當中 除了生病啊 都是很順遂 有的時候 大一個社會就是這麼的有黑暗的地方 有很多遇到挫折的地方 但是愛麗絲妳用的是很理性 很正面的方式去解決 因為也只能這樣 好 有時候 有時候也有跟一個小男孩 當面就是跟她說 不可以再對 動手 我覺得主要是要讓 莉莉她沒有那個恐懼感 我覺得小孩子 就這麼小 每天上學帶著恐懼感去上學 是對她的生性是不好的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就是 這個孩子並不是只針對單眼 只是因為莉莉太恐懼她 所以導致那個男生也覺得她很好下學 所以我當時覺得最好的方式是說 先讓妳不要去害怕這個孩子 那也要讓這孩子知道說 不要再針對這個小女生 那之後接下來就是很開選 可能再會去跟學校補充 如果這個部分是我們要擔心 我們一開始就要擔心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都不會是我們 覺得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妳想做什麼時候 可以就是大家 有啊 慢慢規劃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也就是說 可能在法國也不會一直待很長的時間 就是等我那邊的工作安定好 那邊的工資都安定好 所以就是在法國是階段性的一個 一個居住 而不是說長期就要在那裡住下來 或是移民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到時候還是會回到亞洲來 或者是我們會在那裡住屍 那天啊